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做重心而找到食物 这一天这批八卦在这场赛事上爆了12倍的冷冰 有不少用者就拿着第二场的那批胆金刚石而射下来八卦这口妈宝 这口妈宝结果是派850元的 有些人就买一口水收8千多200元的那些就收17000元 这场的妈宝有很多用者都是在这场赛事上找到食物 我就在这里恭喜这群朋友了 另外有一位新的用者是姓王的 他这一天其实买了很少的 他买什么呢?他也是买披导的 他也是用第一场那批胆 凌峰做胆,买披导 凌峰也是跑第一出现7.9倍的 他就卸第二场 也有金刚石好攻势 就是我们的两匹 他再拖另外一匹雪茄之友 就是他买的1匹 4、6、3匹 他买很少钱而已 60元下注 20元一条 是收1536元 叫他这场赛是金刚石跑第一 好攻势跑第二 其实这条Q也不错的 是有285元的 这位王先生除了买这个之外 他也有买第三场的 他就没有买这颗Mabel 他就买DUNWIN八卦 买了100元 也是收1000多元的 这位新的用者王先生 在这一天 其实买很少钱而已 100多元 也是收2000多元的 那当然我就在这里恭喜 这位王先生 以及恭喜这班 又中第二后Mabel的那些朋友 好了,说回今晚的赛事 第一匹值得你留言的马 是第九场的2号马 旋锋飞营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九场实力马 那里看 你会看到 其实这场的赛事 是缺乏放头马 即是说在短途的 山崩谷数1200米 由于缺乏放头马 所以那个步速 相信有很大的机会 都是中等 甚至偏慢 就是说在这些场合 最好就是抠牌内档的 铜镇实力马 没断是懂得加速的 如果你去实力马那里 你就会看到这扎 就是铜镇的实力马 而旋锋飞营正正是 上将是轻胜的铜镇实力马 而且它具备强劲的 没断加速力的 不单止 其实这匹马 它是 看不见到 懂得加速0.95 也是做了一个 接近正的指数 就是说 万一这场赛事 出现了快的步速 其实对它来说 都不怕 都是有利的 所以这场赛事 由于没有放头马 由于大家要斗没断 所以这批的 没断强劲的马匹 是达了出来的 没断喘劲的马匹 旋锋飞营 在这场赛事 其实是占有一个 实力的优势 当然了 排档也是占优的 所以如果你 喜欢这批的旋锋飞营 你是可以考虑 用它这批马 用来做胆买Q 或者你也可以 将这场赛事 作为你Q过关的 其中一场 而今晚第二批 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五场 四班谷草千燕米的 8号马 同盟力量 这批 同盟力量 现在是一批 21倍的大冷马 为什么这批 大冷马 值得你留意呢? 如果你去第五场 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见到 同盟力量 是一批 同程的 放头实力马 对不对? 前仗跑第三 上仗就赢马 这场赛事 除了这批同盟力量 是放头马之外 另外有一批 是白心之威 但是白心之威 上仗跑这个路程 你看到它断得非常急剧 这批马容易断 在这场赛事 其实放头实力马 只有两批 一批就是同盟力量 一批就是白心威 这场赛事 这两批马 也有很大的机会放头 而同盟力量 上一场赢马 正正在这个位置 在热蝶网空走 是赢马的 所以它是走热蝶 不怕 第二 第二 如果你看到第五场实力马 其实这批同盟力量 在这场对手里面 是唯一做到一个 正的指数 当然了 还有一批就是 有心有形 不过这个是贵初 是很快地的 现在说好地的话 其实这批同盟力量 在这场上两仗 同情实力马的对手里面 他本身的指数是最快的 即是如果他在前面放 后面的对手未必能追到他 当然了 这场赛事 有利的对手 就是排内档的同情实力马 不断的加速 如果你看这场赛事 这类马 其实只有两批 一批就是 桃花多 排内档 不断的加速 另外一批就是 有心有形 不断的加速 OK 当然 而且他有一个 本身时间够快的优势 好了 问题就是 这批马上将 赢完 加分加绑 行不行呢? 如果你去所有马赛绩 选这批马出来 你会看到 同盟力量 在上一季 在51分 是不是? 放头 看到吗? 也是 紧紧 败而跑第二 其实他今次 上上赛赢完之后 今次的分 仍然是50分 其实他的分数 评分 也是在51分的范围之内 当然 加上这批马已经有框了 上赛会赢 所以 由于这批马 仍然在评分范围之内 加上他的跑法有利 排内档 但评分范围之内 马数不多 当然 最重要是他有一个赔率 让你去博 因为他有21倍的赔率 如果临场 这批的同盟力量 仍然是一批冷马 的话 这批马就值得你留意了 你可以考虑 拿它来做 Q PQ胆 拖短棍 买QPQ 也可以博一下 MARBLE OK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马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OK 当你有这个表的时候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马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马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兼是实力的 冷马 OK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知道怎么去选马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lin Burlin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 选马秘谓的片 就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马的方法 和你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而找出这批马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片 当然了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牌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片子的下面 即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而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马 当然了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的方法 有兴趣 我当然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片子 对你选择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地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吧 正好 会 咸 握 的 那 对